2151、21世紀經濟報導 不改初衷,從夏遣對黃土地的批評說開去 2015年7月13日人民24章兵導讀30年前 夏遣肯定了陳凱哥選擇黃土高原題材的眼力 但他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何才能使官衝銷此地看待這塊黃土地呢? 是陽官諦空多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希望呢? 還是沒有希望呢?在形式與內容之間 他不贊成片面地追求認識之美 對這個批評,陳凱哥不知作何感想 反正他是在片面地追求認識之美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到後來,甚至連認識也美不起來 將冰台風天,襯著不下雨的間隙 我還是跑出去把道士下山看了? 小道士被老道士送出山門 我在乃一刻心潮澎湃 彷彿這電影的無限可能就此展開 然而兩個小時結束 眼看著一山空翠亂成一地雞毛 我只好對著滿平吐曹文 敢蓋於我心有戚戚煙 小道士下山 老道士送他兩句針言 不擇手段非豪傑,不改初衷真英雄 這兩句話在徐浩峰的原著裡本是不擇手段是人傑 不改初衷是英雄 引自古龍的小說 意思是人傑和英雄不同 人傑無所不為,英雄不改初心 徐浩峰引用古龍的原意且不去討論 陳凱哥的改動也許是覺得不擇手段 無論如何是不該提倡的吧 然而兩個小時看下來 魔幻武俠同星戀外加經劇哲理的大拼盤 到底是不改初衷呢? 還是不擇手段? 半夜裡,睡不著 把陳凱哥的初心翻出來看了一片 1983年,陳凱哥將自己寫的一個知青題材劇本 大級廣西電影廠、廠方否定了這個劇本 卻提供了另一個本子由張子良編劇 從柯南省民改編而來的深谷回聲 柯南的省民寫上世紀80年代 如果不看極美一段的話 這篇講述省不姑娘以死抗爭包辦婚姻的省民 明顯是十七年文學的路數 身為八路君的我和姑娘之間產生了夢幼而真摯的感情 文章對此的黑話極為細膩 讓人想起如知鑽的名作百合花 彼時三十歲出頭紅心勃勃的陳凱哥 對這個套路的劇本顯然並不滿意 誰會在八十年代再去拍一個婦女反抗封建婚姻的悲劇呢? 這寫在革命年代裏被益在講述的故事 而今看來實在是太老套了 為了修改劇本 陳凱哥和攝影師張藝謀 美術師何群一起到鮮不體驗生活 在這片人欲了新中國當時依然貧積的土地上 他們見到了沉靜的黃河、蒼茫的群山 單純則破的剪子,還有那驚天動機的抗塞腰鼓 一天清晨,一位老漢在黃河邊打起兩桶水 驅留著身軀離開 後來,陳凱哥回憶 我們就是在那個早晨,明白了應該寫什麼 怎樣寫 陳凱哥把這個動機拍進黃土地 就有了經典的催巧打水那場戲 當黃河水柔和的波紋曲線充滿了整個屏幕時 我相信,在閃北的日日夜夜 一定有什麼事真實地觸動了陳凱哥他們 我們看到更來翻開黃土的特寫 搞動起我們民族的記憶深處 如此溫暖、安場、讓人心安 也讓人心酸 厚重的黃土佔據了畫面的三分之二 小小的人物從地平線之下的黃土地裏翻出來 由消失在地平線之外 黃土地以這樣的入畫和出畫方式 超過著土地和人的關聯 黃土地養育了中國的農民 然而他有時壓抑的 他擠壓著蛋白而高遠的天空 構成了一種緊固不變的壓抑性力量 鏡頭長時間的靜止 人物面部表情亦是有意地保持平靜 婚禮是紅色的 然而並不起應 翠巧在門後看到的婚禮和他自己的婚禮 麻木裏並無不同 就將翠巧的歌而唱的 人女投訴不過女而可憐 黃土地的祖祖輩輩 就這摩舟而復始 循環往復地生活著 這當然不是柯藍的故事 也不是張子良的故事 這是一部斬新的黃土地 它是寫實的 也是象徵的 它講述了最巧的命運 但它又不僅僅是最巧的命運 它向民族的歷史裡尋根 也把批判的眼光頭射在生養自己的國土 黃土地裡的象徵是如此顯脫 八十年代的電影《觀玉子》 而力就能辨認出這部電影的文化反思意味 所以 儘管它不無缺陷 卻一路收獲了批評家的讚美 直到今天 還被當作導演的代表作廣為傳眾 而因為那行走在閃北的日日夜夜裡真實的觸動 黃土地的象徵雖然宏大 卻並非一出即破的空洞指板 它立得起來 三十年間 伴隨著陳海哥電影《聲譽的日漸聚落》 黃土地這部《清潔的處女》作被追憶成影史神話 不過 當我重新翻開第五屆金雞獎評委會針對黃土地的爭論時 我卻對夏顯當年的批評產生了興趣 在篇幅不祥的發言裡 夏顯肯定了年輕導演選擇黃土高原題材的眼力 但他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 如何才能使官衝銷此地看待這塊黃土地呢? 時陽觀跌空多這塊土地上的人民有希望呢? 還是沒有希望呢? 而對遠那場精心設計的求語氣 夏顯不以為言 到時讀出了幾分欣賞落後的意味 作為一個有整體觀的電影人 夏顯不贊同為了暴露而暴露 藝術作品揭露落後的目的是改造落後 在形式與內容之間 他不贊成片面地追求認識之美 對這個批評 陳海哥不知作何感想 反正他事在片面地追求認識之美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到後來 甚至連認識也美不起來 在黃土地的電影台本裡 說起碎巧黃河邊打水這場戲 陳海哥心情地寫道 打水這件事 是碎巧每日都要做的 應該把黃河拍成鄉親門的伴依 而不是神靈 可在道士下山裡 他及貢獻了銀幕上最醜陋的西湖景觀 各在三十年前 這麽遭答三譚影月 陳海哥自己都不會答應吧 禁計蔣評偉的爭論裡 還有一些從三十年代走來的左翼電影人 他們見過了電影各種新奇的花樣 又有社會主義時其文藝創作經驗作參照 對黃土地的批評也頗值得躲磨 比如陳芳梅 就批評黃土地的台詞聽不清 芳梅對電影的基本要求很簡單 聽得清、看得懂 這個批評看上去不怎麽嚴重 背後卻包含著怎麽看待電影的大問題 拍電影是幹什麼的 電影是拍給誰看的 夏遣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 她說 電影是給億萬中國人看的 因此 創新就必須考慮群彈希威 D.樂見 這話 聽著很老套 可能有是當年新裔的第五代不以為然的 不過 當電影導演們一次次好廢具之級換來滿評吐槽的時候 我倒覺得這些套得掉渣的批評聲音 也許還沒過時 編輯李二問 聽著很高分的 聽著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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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